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宫女 去年宫女新来的就只有王后和她的三个应试 我听说景氏和孟昭氏都不惜其设 那么独自一人来马厩的自然只有芈月了 既然你猜着了 那也让我猜猜阁下是谁 刚进宫时 宫中的嫔妃拜会王后 那些嫔妃该见的我都见了 你的打扮也不像是宫女 我记得有人跟我说过 大王有一位善奇的小女 那就应该是你了 大公主 你好聪明 以后你叫我孟映就好 你真是个爽快人 只爽人碰上爽快人 我们俩一定可以聊得来 走 骑马去 走 碰上我你可真幸运 为什么 因为在这宫里除了我以外 你是骑马骑得最好的女子 若没有我你得多孤独 你从小就爱骑马吗 从我三岁的时候 我父王就开始带我骑马了 我觉得我父王 是这世间最英雄的君王 总有一日 我父王会成为秦国 扩张疆域最广的君王 也许吧 你觉得我父王如何 我父王 我很敬重他 敬重 难道只是敬重 难道你就不想成为我父王的女人 难道你不认为我父王是个大英雄吗 聪明秀出 为之英 胆力过人 为之雄 但这些只是可敬不可敬 何况我心里已经有人了 谁呀 是秦国人吗 他是楚国人 我们曾经相约要共度一生的 眼下我留在后宫 也是因为他 大王 楚国接连几次派使者前来咸阳 讨要伤于六百里之地 说是大王当年影读求婚之际曾有承诺 但是都遭到大王拒绝 楚王因此怀恨在心 眼下楚国与齐国已经结盟 似有向我大秦动兵的迹象 看看 这个楚王气量太小 寡人一句酒后之言 他还当真了 所讨不休 还想拉着别人动手 打上门来 齐楚若是联手 我大秦及时举倾国之力 只怕也难以应付啊 司马将军 你何苦长他人志气 灭自己人威风呢 甘大夫所言极是 我看不如就此机会 教训一下楚国 大王 臣愿意带兵出征 大王 自商军变法 我秦国虽然国力大增 但毕竟底子单薄 这些年 与魏赵义渠等国连年交战 壮丁皆服兵役 耕地荒芜 尽管得到一些割地赔款 但收不抵支 都是靠秘密派出商股 向楚国和巴蜀等地 购买粮食 才得以维持不闹饥荒 臣以为 秦国暂时不该再战 要养息休生一阵 若是他们打到家门口呢 是啊 楚离子 两害相较娶其轻 我看这仗只好打了 谁说这仗就只好打了 大梁奏 你太爱动武了 张仪 怎么又是你来哗众娶宠啊 我怎么哗众娶宠 大家都知道 大王刚刚娶的楚王的妹妹 秦楚两国新婚艳儿 你说翻脸就翻脸 一点大国的风范都没有 不得遭到中国耻笑吗 难道张子 想将我大秦国土拱手相让 那倒不是 大王得知道 这世上除了兵刃相见以外 还有一样东西更管用 那是何物 心智 以智取胜强过百万雄兵 大王 这张仪所说的心智 不过就是摇唇骨蛇而已 好 张仪 既然你冠以惊世骇俗治愈下人 我且问你 如果我今日大秦不出兵 你有什么办法制止齐楚联合共勤 我当然有 寡人愿闻其想 若大王恩准 我张仪愿之身前往楚国 拆散齐楚之盟 让楚国独目难之 不得不罢兵 如何 张子是说 你愿出使楚国 不用寡人给楚王一寸土地 就可以让楚国罢兵 大王 土地可以不给 我出远门总得带上些盘盏 你得给点钱 你不能太吝啬了吧 大王 您可得当心哪 有人爱财如命 万一此人骗取了大王的钱财 脚底抹油一走了之 不见踪影的话 我们向何处去寻找此人呢 你的心可真大呀 大良造 如果你真的断定今日张仪是夸下海口 那你我何不打个赌呢 谁输了 谁就当着重臣的面 扒光了衣裳 一丝不挂的 在大王的宣誓殿上跪爬三圈 敢不敢 好 张仪 赌就赌 好 大家都听到了 张子 大王也听到了 朱立子 你愿意给我们作证吗 司马错将军为我作证 甘茂将军也在 还有大奸 还有大奸 既然张子有此胆量 寡人就让你去试试 明日我起身 您就挡着微臣的好消息吧 好 王后果然别具慧眼 这胶房殿经过你的手 显得雍容典雅 面目一新 大王谬赞 臣妾不敢过于奢华 用的大多都是臣妾的陪价 这新天的陈设 颜色上多利些缤纷 材质上用的 都是楚国的绸缎坚私而已 甚好 秦人向来崇尚简朴素衙 但有时难免刻板乏味 寡人娶了楚国公主 寡人的后宫 也有了楚国山水的遗泥绚烂 既然交方殿已经整修完毕 王后也搬进来住了 不妨叫上宫里的嫔妃们 一起到这里热闹热闹 是 大王 臣妾感激大王 对臣妾呵护有加 臣妾深觉能驾驭大王 是自己幸运 那你就为寡人 早早生一个嫡子吧 臣妾听说 大王甚为喜欢公子华 你是后宫之主 寡人所有子嗣 都可算你的儿女 华儿也是如此 是 臣妾知道了 樗里子跟我说起 当日收拾战场之时 曾有人捡到一个东西 打听许久 才听说好像是你的 穆监安 是 怎么了 这不是你的吗 这排销是月妹妹的贴身之物 不管是谁的 物归原主 总归是佳话 是 对了 你那个妹妹最近怎么样 月妹妹喜欢清静 带着几个贴身的人 一直住在慧院 臣妾也思存着 那慧院破旧局促 想邀她与臣妾一起住 可她却不肯 那个丫头有点儿降脾气 臣妾只好随她了 她要不降就不是她了 如今你是一公之主 不能只顾姐妹情面 而由得她那爱闯祸的脾气 在外面惹事 是 大王 好了 寡人要走了 慧儿 快来 好香啊 好香 我们去那边看看 这两个小丫头 跟了我们大半年 个儿头都长高了 你看 衣裳都剑短了 给你戴上 可不是 她们这事 还都是王后上次让人心做的 不穿也可惜了 等我回去 把裙边给她们放下来 还能凑合再穿穿 好干 王后的胶房垫刚刚陈设好 传话要我过去看看 你们姐妹情深 王后心里是有你的 对夫人进来身体可好 好久没见了 真是把婢子惦记死了 夫人还好 你也知道 自从那新王后入宫 对后宫烦信的事 就一日比日多了 那个新王后就是运气好 要是当时能再武官 姑姑 当心脚下 姑姑 姑姑是否觉得 那人的身高面容 有些眼熟 再武官一晚 我日日与那处娘打交道 就算扒了她的皮 我也认得她 夫人 卫王派人送东西来了 嗯 拜见夫人 卫王让奴婢给夫人问好 有劳卫王牵挂 夫人 是我 你们都下去吧 你们都下去吧 桑儿 你怎么来了 夫人 夫人认错了 奴婢是桑儿的妹妹 慎儿 因为姐姐日夜思念夫人 刚好卫王 要派人给夫人送东西 于是奴婢就讨了这个差事 替姐姐来看望夫人 你们这对双胞姐妹 从小就长得一模一样 变忍起来 还真是有些难呢 既然如此 那夫人就把奴婢 当作桑儿吧 武官事情败露 我让桑儿 禁止逃回魏国 其实在我心里 没有一日 不挂念你的姐姐 谢夫人 谢夫人 这边在天亮福席镇 我们带过来的妻妻 也拿过来摆施一下 是 姐姐 妹妹 你来得正好 你快看 大王给你找回了什么 姐姐知道 这是你的心爱之物 这排销势而复得 赶快收好吧 那日义渠人 拦截迎亲车队 月儿连性命都不打算要了 不行 却还能将她找回来 当日妹妹替姐姐遭难 姐姐不会让妹妹白白受委屈 一定好好补偿你 你看 这椒房殿休整一心 旁边几处的偏殿 妹妹可以挑衅一处 搬过来住吧 姐姐 眼下 我有更要紧的事情要告诉你 我遇到了 那个在五官 给你下毒的厨娘了 你说什么 我和葵姑看得真真切切 就是那个跑掉的厨娘 她刚刚从卫过来 替卫王给卫夫人送礼 此刻正在披香殿呢 可是隔一年了 妹妹怎能凭瞬间一瞥 就认出是当日之人呢 我虽只是瞬间一瞥 但当日葵姑 与那厨娘 在厨房打过不少交道 定不会认错的 那你打算怎么办 既然那厨娘 去披香殿找卫夫人 那正说明她们俩是一伙的 立刻动用宫中内侍 包围披香殿 抓捕雏娘 让她说出背后指使 没有大王传旨 擅自搜缴后宫 抓捕嫔妃母国探亲之人 这可是大事啊 舍不得孩儿套不着狼 姐姐 再犹豫 机会就没了 不行 你的话 乍听起来有道理 但细想想 经不起推敲 除非你我 有稳抓的把握 不然 还是不要鲁莽声势的好 姐姐何时 变得这样胆小怕事 大王不喜后宫 有人生事端 上次妹妹为了福姐 在承明殿已经被大王斥责 大王已然不悦了 妹妹又何苦要 雪上增霜呢 当日那厨娘 害得姐姐几乎丢了性命 我说什么都不能对她心慈手软 更何况 害姐姐的人 就是害子歇的人 姐姐知道你报仇心切 但天下事 进退有度 两害相权 娶其轻 姐姐怕这怕那的 就不怕养虎为患吗 我并非姐姐不愿出手 我是怕抓不着狐狸 惹了一身的骚气 王后大约有她的难处 你毕竟是她的陪家殷妾 若出差池 王后是要担干系的呀 明明丑人就在你眼前 你却拿她无可奈何 夫人夫人 她们是不是察觉到什么了 那个兽女人好像又出宫 什么 惠儿呢 在那盯着呢 我就不信心 一人做事一人担 偏不让她在我眼皮底下跑了 月儿 外面在闹什么 是明明就是她 是明月逮住了魏王 给魏夫人送礼的人 说此人曾在去年 在武光给王后下毒 被发掘后潜逃 魏夫人得知来抢人 两边闹了起来 这到底怎么回事 大王 这女子是魏王派来 给臣妾送东西的奴婢 明月无理取闹 竟将我母国来人 随意拦截侮辱 明月与她无冤无仇 何苦要与她过不去 这女子 明明就是去年 在武关毒害王后的凶手 明月血口喷人 这女子 与王后从无交集 焰江她只认为下毒之人 欺人太甚 明月绝不会诬陷 一个清白好人 去年我亲眼见到这女子 扮成厨娘 在武关驿馆下毒 若不是女医治医术高明 王后就差点丢了性命 她只是魏国宫里 以普通女弊 为何要千里迢迢去 毒武关 毒害王后啊 那就要问魏夫人了 你 你竟然将这脏水 泼到了我身上 大王 臣妾实在冤枉 你可要为臣妾做主啊 就算这个女子 真的谋害过王后 你硬说魏夫人是其主谋 到底有些牵强 明月打探过了 这女子叫桑儿 宫中人人皆知 她曾是魏夫人的贴身陪嫁侍女 在秦宫侍奉魏夫人多年 与魏夫人十分亲近 可就在去年年初 王后临嫁入秦宫之前 她突然离开了秦宫 踪影全无 若不是事出有因 这突然失踪也太蹊跷了吧 你 抬起头来 寡人记起你了 芈月说的没有错 大王 奴婢不是桑儿 奴婢是 大王 这桑儿绝非是芈月所说的下毒之人 魏夫人说的是 五官下毒之人绝非桑儿 芈月不会看错 当日谋害王后性命的人 就是她 大王 芈月捕风捉影 去年年初 桑儿的母亲过世 父亲病重 桑儿是家中独女 我给了她些盘缠 便让她回魏国尽孝了 从此她留在魏国 再也没有回来 此事在我皮香殿 人人皆知 大王尽可派人去查问 大王 魏夫人打算害人 当然要将进退早早盘算好 找个口实还不容易 芈月这是处心积虑的 要陷害臣妾呀 你到底是人是鬼 心里应当明白 大王 臣妾实在是冤枉啊 自打王后入宫 便一心想在宫中立威 臣妾帮着先王后 打理后宫事务多年 被王后视为眼中钉 欲除之而后快 眼下 她又指使自己的应妾 来陷害臣妾 大王 王后来了 来吧 臣妾参见大王 王后来得正好 你看看 一边是你的裴嫁 说抓到害你的凶手 一边是魏夫人 说是被人诬陷的 既然此事是因王后而起 寡人想听听王后的说法 臣妾在武关 确实被人下毒 事发后也向萌翁将军通报 但因凶犯逃走 此事就不了了之了 害你之人是这个女子吗 当日臣妾身在明处 害我之人躲在暗处 害人之人使得臣妾 臣妾却不知被谁人所害 那你以为下毒之事 跟魏夫人有关吗 是或是不是 臣妾不知 不知 怎么说 你也是早有几分疑心了吧 入宫前 臣妾与魏夫人素未蒙面 入宫后 我们是宫中姐妹 魏夫人 魏夫人该不至于 对臣妾下此毒手吧 王后 王后不可姑息养奸 若不是魏夫人 那勾结义渠人 拦截王后迎亲撤队的是何人 那一心想要王后性命的又是何人 吕家之罪何患无辞 你拿出证据来 芈月 既然你只认这个女子下毒 你可有凭证 当日这女子 从我们手中挣脱逃跑 被魁姑追上咬了一口 一定会留下印记 大王可让人查看她的手背 哪只手 回大王 该是左手 穆监 是 怎么 回大王 没有伤疤 不可能 大王明鉴 臣妾一生清白 却被人乌粮为盗 此刻水落石出 大王 你可要为臣妾 主持公道啊 芈月 你还有何话可说 下毒的人明明是她 手背上怎么一点印记都没有啊 你说呢 那下毒的人 是她 又不是她 芈月 你侯红纳够了没有 你寡人看此事自始至终都是空穴来风 只是你芈月无事生非无中生有 你把寡人的后宫搅得鸡犬不宁 辱不重则 难以服重 大王 芈月犯错 都是臣妾管教不严 求大王开恩 让我把她带回去 好好教训 王后向来仁厚 小则小罚 却不能让芈月长记性 寡人罚她 从明日起切连十日 身世和有时 给后宫花园打扫路径 不是姐姐怪你 今日之事 妹妹真的太过莽撞了 我是怕那真凶跑了 就再也抓不回来了 可如今抓错了人 反倒让魏夫人她们无理便有理了 我就想不明白了 那张脸绝对不会认错 怎么竟然不是她 好了 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 大王罚你在后花园扫地 让别人看了笑话 有什么了不起 扫地 总会比擦洗高堂台的台阶更难吧 你呀 太阳那么多 明月在后花园扫地 不知有多辛苦 珍珠 你再让御膳房做些绿豆汤 我们给芈月送过去 是 王后真是心地纯凉 芈月整日在外面给王后招惹是非 王后不仅不责怪 还要送绿豆汤犒劳她 昨日在承明殿 月儿是为了给我出头 才被大王斥罚的 说起来总是内疚 王后诧异 芈月不过是王后的陪嫁应妾 她一向张狂自行其事 王后若不对她严加管教约束严行 今后还不知道要闯出什么祸事来 姑姑 王后 这是我与她的事 和你们无关 王后 别再说了 再去给我盛一碗 是 妹妹 妹妹 你这巧手 一刻也不肯闲着 不必多礼 两位姐姐悄不声地来了 倒吓了我一跳 我们若不进来吓吓你 你恐怕又要在这绣上一整天吧 身子沉了 人也懒了 好在手还能动 再说了 这小衣服很快就能派上用场了 你没听御医说吗 身子沉了 更要出去走动走动 等日子到了才好生养 说是这么说的 只是老一个人逛这宫里的园子 也怪无趣的 所以今日我们才到你这里来 就是为了陪你逛园子的 走 姐姐 外面太阳这么大 晒得人昏头昏脑的 不去也罢 妹妹难道没有听说 昨日大王下旨 说是在后花园里添了个稀罕的好景致 咱们要不敢去啊 她是会错过的 什么好景致 此刻不能告诉你 你随我们去看了便知道了 走吧 你们看 那是谁呀 还能有谁呀 那不就是王后的亲妹妹芈月吗 芈月怎么会在这儿 还做着宫中下人的活计 芈月犯上作乱 诬陷魏夫人 被大王责罚到后花园扫地来了 这个 不会是你们要带我来看的景致吧 怎么样 妹妹 看着还赏心悦目吧 还是算了 我们还是回去吧 我们犯不上招惹他们 怎么 因为她我被禁足一个月 还没出这口恶气呢 好 见过国美人 樊少使 卫少使 妹妹真是劳苦啊 让人心疼啊 若早知如此 该悔不当初吧 芈月做事 从不后悔 芈月妹妹手脚灵便 倒像是做惯了粗活的人 听说大王除了罚你扫路径 还责令王后好好教训你 也不知道王后 准备了多少藤条和板子 宫中愚不可及之人 果然很多 可惜王后今日的板子 是打在自己的身上 大约该是有几分疼了 国美人 你善生是非 谣言惑众 藐失忠宫 你可知罪 芈月 你敢教训我 被别人当枪使坏 还到处卖弄 真是愚不可及 站住 姐姐 这死丫头 气焰也太嚣张了 她完全就没有 把你放在眼里啊 算了吧 我们还是回去好了 你尊卑不分 竟敢顶撞于我 来人 把她拿下 可怜啊可怜 现在让我可怜你 迟了 我是说你可怜 少废话 张嘴 谁敢动手 拜见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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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跪下 樊少使 你身子不方便 起来吧 谢王后 我竟不知道 这后宫中 原来谁都可以 越过我 来处置我的应事 臣妾不敢 王后明察 你是说我糊涂 看不清对错 太阳刺眼 看不清也是有的 好 就算我眼神不济 你倒是说说 这芈月到底有何过错 要你来发她 她一个没有身份的应妾 居然敢跟我顶嘴 你是宫中老人 自然懂得位分高低 方才胡言乱语 亵渎侮辱我 这该如何处置 臣妾性格爽快 都是无心之言 王后 这国美人好厉害呀 无心之言 都能挑拨是非 恶意中伤 若有心 岂不即刻便杀了人 姑姑说得对 我今日不罚国美人本人 但我要罚她那张嘴 她既然喜欢长嘴 那就自己长嘴 二十下即可 难不成要我请人帮你 更为妥当 王后 国美人服侍大王十多年了 即便是没有功劳也是有苦劳的 求王后给她留点颜面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今日我要不罚她 怕她是没有记性 珍珠 是 你给我一下一下地数好了 要打得响亮 打闷了 打轻了 都不算数 是 打呀 快打呀 打得太轻 这下不算 再打 王后 火器不必太胜 刚立了下 还没入福 火器大了 容易伤身 大王的长姐 迎夫人 想不到这么巧 在这儿 会碰到王后 自大王大婚 我这是头一次回宫 就撞上了热闹 大热天 你们都跪着干什么呀 快起来吧 迎夫人明鉴 臣妾无罪 不过就是多说了两句 并没有犯什么大错 王后竟然这般羞辱我 王后乃后宫之主 无论是大错小错 罚你 总有罚你的道理 我 你是后宫之主 使中宫更应该宽厚人德 别动不动就罚跪掌嘴 会吓坏人的 迎夫人有所不知 是国美人先动手打人的 是吗 可我怎么看到的 却是国美人被掌嘴 哭哭啼啼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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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劲啊夫人 使劲啊 夫人 使劲啊 夫人使点劲啊 夫人使劲啊 夫人使劲啊 好 使劲啊 使劲啊 快了快了 使劲啊 夫人使劲啊夫人 王后这般羞辱我 我还有何也面在宫中活下去啊 大王要是不替我做主 那我只好死了 宫中的日子就是这个样子 有人一手遮天 有人就不得不忍气吞声 除了以死相拼 否则就要永远受人欺负 记得先王后还在的时候 有一次唐夫人做错了事件 先王后当着众人面责罚了她 她大约是因为面子过不去 就投还上吊了 结果被她的侍女撞上 救了她的性命 为这事大王还训斥了先王后 从此以后 这宫里就没人再敢招惹唐夫人了 怕她再死一回 是啊 那次唐夫人运气真好 什么运气好啊 我猜她其实只是做个样子 她大约是 预先让她的侍女候在门外 当她踢翻胡床 侍女冲了进来 别人也只能赞她好运了 好 臣妾参见大王 大王 樊少使就要生产了 怎么样了 樊少使滚下台阶 受到惊吓 身子也受了挫伤 这生产恐怕要费些周折 依女正在里面施救 请大王放心 愣着干嘛 还不快去 是 好夫人 再使劲啊 夫人 再使点劲啊 夫人 赶紧拿水 拿水来 坚持住啊 夫人 使劲啊 出来了 恭喜大王 贺喜大王 樊少使生了一位公子 樊少使怎么样 樊少使失血过多 身体虚弱 李密 臣在 寡人将樊少使交给你 务必要让她康复 是 臣妾恭喜大王 又得了一位公子 大王 大王 大王救命 大王救命 又出什么事了 郭美人 郭美人被王后失意掌刑 不堪受辱 偷还自尽了 大王 你是后宫之主 看看你做的好事 大王 这不甘臣妾的事啊 寡人明明听嬴夫人说 郭美人跟芈月口诀几句 你却大发雷霆 让郭美人掌嘴 嚇她那胆小的樊少使滚下台阶 你呀 她 她也让寡人失望了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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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后 姐姐 姐姐 王后 太医 太医 姐姐